随着武松一龙的一战成名 他的招式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对外国的公伏迷来说 对他们有致命的诱惑 就像李小龙的双金柜和哥的心动作 虽然都能学到样子 但是这打起来现在就到这玩了 就像是这两位神心拳 完全就是你一拳围角的状态 虽然看起来幼稚一点 这感觉也不错 这些模仿者都是自娱自乐 但是 马虎斯居然在列列上模仿一龙 一边调侃对手 一边躲闪对手的攻击 躲闪上看着有一龙的感觉 但是这样不欢手 不欢的揍是什么战术 对手直接一击中击 打着他失去重心 输掉了比赛 虽然他输掉了比赛 但是从侧方面 验增了他的别眼能力 证明了他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不过说实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一龙在五零风上的比赛 我还是比较喜欢一龙的感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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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是比较喜欢一龙就可以 Pixannen